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扇子本是生活中的一种实用物件 几百年来 经过苏州智善艺人的妙手将心 不仅使苏州折善拥有了精美的外表 还具备了独特的文化意韵 从明代开始 智善艺人把苏州折善的制作推到了一个高峰 书画家开始在善面上绘画 折善从一件生活用品变身为文人随身携带的雅丸 到了清代 苏州智善工艺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成为晋城皇家的供品之一 在苏州 至今还有一批智善艺人 依然在采用纯手工的方式 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折善 王剑就是其中一位 这把扇子就是王剑的代表作品之一 他的扇鞭用的是被称为寸竹寸金的香飞竹 天然形成的花纹加上精致的工艺 使这个扇鞭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 不露痕迹的典雅之美 扇子的扇面可以欣赏到精湛的撒金工艺效果 王剑不喜欢重复和模仿 他做的每一把扇子都是一次创新 不会再有相同的第二件 做扇子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 一把折扇通常要花费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今年的春节刚过 王剑就开始筹划着做一把新扇子 开纸是制作扇面的第一步 这个过程看似是一个体力活比较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却很有技巧 开纸 首先考验的是手艺人的臂力和控制力 用刀切纸的技巧在于 要先将力道集中于裁刀的一角 然后乘一定弧度压下手腕 将整个材刀切下 做扇面用的纸张都是上好的宣纸 本身价格不菲 开纸的规模一次是200张宣纸 切刀下去稍有差错 宣纸就全部报废不能使用了 对于至善手艺人来说 开纸的环节需要多年的练习与坚持 有点像习武之人每天必修的战装 扇面所用的宣纸被裁好以后 还要在这位姑娘的手中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这个环节叫镜面 宣纸是以青坛和稻草等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杂质在上面 这是做扇面时所不能允许的 手艺人需要用一把竹刀 将宣纸上的草金斑点等杂质一一去除 使得纸张变得更加干净与平整 为至善的下一个环节做好准备 宣纸分为升宣和熟宣 二者的区别就是看有没有上过反水 没有上过反水的宣纸叫升宣 上过反水的叫熟宣 好的扇面不能使用熟宣 一定要选用上等的升宣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增加扇面的手感 跟实质使用的强度 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头反 就是把升宣变成熟宣 那么把它做出现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以后可以表制 可以把它下一道工序可以做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它的防水中用 它不能太嫩 嫩了会笔墨会透下去 会透到外面去 也不能太老 老了它会爆 它会断掉 每天这个动作要重复很多遍 这是在调配反水配方 配方一旦确定下来 就开始给踩好的升宣上挂反水 这是制作扇面的第三道主要工序 行内又称之为挂头反 所谓挂反 就是在切成扇面的升宣上 刷上反水 反水里面掺了胶和反 原料非常普通 但是它们的配比却有大学问 胶 反 和水的比例配方 往往是首亿人经过千万次的试验得来的 是苏州折扇制作技艺的核心技术之一 王剑的配方传承自他的两位师傅 当年师傅们分别给了王剑一个配方 经过实践 王剑把这两个配方的特点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现在所用的配方 挂反水的过程中除了配方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经验 一个经验老道的首亿人 会根据挂反水当天的温度和湿度 不断调整配方的具体配比 直到他们认为合适了为止 然后才会进入到大批量的挂反过程 苏州独特的气候条件也影响到折扇的制作工艺 比如在挂反水的环节里 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扇面的质量 如果天气太热太干 扇面就会卷边 而如果天气太过潮湿 宣纸中的水分很难被蒸发 这样制成的扇面含水量较大 会影响到扇面绘制时用笔用墨的效果 挂满反水的升圈 通常要经过几天的阴干 在等待的这几天里 王健要考虑至善的下几道工序 该如何进行 究竟要做一把什么样的扇子 这需要手艺人反复的构思与斟酌 对于王健来说 做一把好扇子似乎并不难 但是每一次都要做出一把独特而与众不同的扇子 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如何创新 如何避免重复 既考验着手艺人的经验 也考验着王健的创意与心态 多年的至善经历 让王健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当想要制作一把折扇的时候 他都喜欢去一个安静雅致的地方 找好友一起品茶聊天 在轻松的气氛中寻找创作的灵感 做扇子需要一定的体力 又需要你很多的思考 很多思想在里面 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书扇 它是文人扇 你必须跟文化跟书画 跟这种诗词 跟这种旋力运力 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需要一定的旁修 必须跟那些文人朋友们打打交道 跟他们交流交流 这些都是必须的 这个安静放松的下午 王健有了不小的收获 他想明白了 自己要做的那把扇子 是什么样的 脑海中已经有了扇子的具体形象 回到工作室 王健迫不及待地投入了工作 按照传统的步骤 他开始了制作扇子的工序 首先是制作扇子的鞭骨 鞭骨是一把折扇和上石 两端侧面的部分 用来制作鞭骨的材料有很多 紫痰 竹子等等 都是传统折扇鞭骨所使用的材料 有趣的是 自古以来 人们并不推崇贵重材料 在苏州折扇中的使用 例如紫痰并不是苏州折扇鞭骨材料的首选 普通的竹子反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 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而特别的意韵 洁净的质地 淡雅的色泽 契合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 也象征着古人对君子人格的追求 在传统的苏州折扇制作标准里 只有用竹子制作的折扇 才能拥有一个特别的称谓 怀秀雅骨 制作苏州折扇所选用的竹子 一般以宗竹和毛竹为最佳的选择 这一次 王健决定用宗竹来制作折扇鞭骨 宗竹的花纹独特 别具一种典雅的韵味 对于一把合起来的折扇来说 鞭骨犹如门面 自古以来 每一个至善艺人都会在制作鞭骨的环节里 倾注大量的心血 鞭骨的造型与尺寸比例 有着非常精确的要求 首先 弧度必须与扇子整体的尺寸比例完全适宜 如果弧度小了 打开扇子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 如果弧度大了 那么扇子就合不紧 甚至会自己滑开 与此同时 两个鞭骨的弧度还要做到规格相同 毫里不差 在制作鞭骨的同时 挂过头帆应该几天之后的声宣 已经可以被摘下了 接下来 至善师傅要将三张或四张上过帆的宣纸 表糊在一起 这个环节叫做表扇面 好的扇面讲究的是既轻巧又结实 如果对着光看扇面是透明的 非常轻薄 但同时它又要非常结实 表扇好的扇面还要经历一道工序 那就是刷第二遍繁水 叫套繁 这样处理可以让繁水与宣纸充分的融合 可以加强扇面的透漠性和挺阔性 套繁技术成熟的制扇人做出来的扇面 对水墨的发色就好 对色彩的还原也会恰到好处 好一点扇面最起码就是达到一个平整的效果 更深一点就是看它的笔幕 它的墨色是不是能发墨 色彩色调的还原 色彩的还原是不是够好 这个过程通常要重复两遍 等第二遍刷完 又开始了阴干的过程 等到量晒到一定的程度 制扇一人就开始把这些经过加工的宣纸 折成扇面 至此一张白色素扇面就诞生了 在传统的折扇标准里 一把制作精良的折扇 扇面与扇骨是不能粘在一起的 扇面必须可以灵活取下而不影响扇骨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传统的制扇艺人会在扇面的每一个折里 都加上一个极细的夹条 夹条内的空间用来穿过扇骨 这样扇面与扇骨就可以自由分开 现代的制扇工艺 在这个环节往往达不到传统的要求 原因是 现在的纸张纤维密度不够 较厚的纸张 加上夹条之后 这样的扇面不仅显得粗笨难看 而且还会在穿扇骨的时候摩擦起泡 但是 王健座的扇面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二十年前 王健离开苏州折扇厂 开办了自己的扇装 在创业之前 王健把自己关在了家里 过了十个月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内 他琢磨出了一个办法 能够解决扇面表壶当中出现的这个难题 王健究竟是如何解决扇面与扇骨自由穿河 同时扇面还要轻薄不起泡的呢 遗憾的是 镜头并没有记录下这个过程 对于王健来说 这个记忆是他的核心机密之一 为了有所保留 他拒绝了这个环节的拍摄 虽然镜头无法记录到这一记忆的具体奥秘 但是经过王健独家密技处理之后的效果 却直观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些裱壶过的扇纸扇面 在两层扇纸之间并没有夹条 也没有留出多余的空间 扇骨却一下就能轻松穿过扇面 顺畅自然 纸面也没有褶皱起泡 也许王健的诀窍 就隐藏在繁水的比例 和他对各个环节时间的精确把控之间 通过这个方法 王健做出来的扇面 厚度仅相当于传统扇面的一半 重量也减轻很多 但是韧性却比以前更好 可以使用很多年不会烂掉 最重要的是 这样制作出的扇面 直与扇骨是分离的 当人们想要更换扇面的时候 旧扇面可以轻松完整地与扇骨脱离 取下之后还是一张完好无损的扇面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叫做撒金 需要将大小不等的金箔撒到扇面之上 这一次呢 主要是撒金 是各种撒金的一种结合 比如说我这里面用了 用了瑜伽鞋的击发 用了片金的击发 用了双四金 双四金就是酒吧的侧金 跟与那个七四的冷静 这是一种混合 就是几种金的记忆 全把它结合在一起 在王剑的手中 撒金这个环节显得十分特别 它可以恰如其分地 控制金箔的大小和疏密 所有的金箔 刚好都会落在扇面上 丝毫不会造成浪费 镜头之中 王剑的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可见 但是这其中的诀窍 却仍然是一个秘密 在拍摄之前 王剑的妻子显得很为难 他担心镜头会泄露撒金环节的秘密 倒是王剑显得非常轻松 他说服了妻子放下顾虑 理由是 即使看到了撒金的过程 别人也学不会 撒金技术的秘密 来自于十六年前 以此偶然的机遇 那时 王剑看到了一种传统的折扇 泥金扇 这种折扇的制作方法 起源于明代 金箔被巧妙地揉合在 做好的素色扇面上 呈现出雍容华贵的效果 当王剑看见泥金扇的时候 这种古老的记忆早已失传 从那以后 王剑用了十六年时间终于复原了泥金扇的制作技艺 后来 王剑又在泥金的基础上研究出很多种金箔扇面的制作技术 其实 撒金技术的秘密 就隐藏在他手拿的这个小桶里 这个小桶 是王剑精心研制出的一种撒金的工具 内部的奥秘 只有王剑知晓 独特的工具 加上娴熟的技巧 让王剑对金箔的运用 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这几年 王剑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将金箔运用到扇面的构图创作之中 他用金箔产生的效果 直接参与画面的构图 成为扇面绘画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撒金可以做出各种的层次 使得整个画面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立体感和设计感 我是想把这些各种的技法把它综合起来 变成一个全新的一种 比如我把一定的技术 把那个撒金的技术 再把那些各种金的那种撕掉 把它混合起来 变成一种独立的一个扇面 就是支持一扇 再做第二扇肯定不同的那种感觉 做完的扇面 还要经过几天的晾晒 才能被取下来安装 在此之前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王剑依然没有停下休息的意思 正在这时 去年他在浙江订购的竹子运到了 去年冬天 王剑亲自去浙江选定的这批御竹 每年挑选竹子的时候 王剑都会亲力亲力 对于首艺人来说 原谅选不好 以后几年就不可能做出什么好擅子 因此 每年他对这项工作都会格外慎重 每个竹子有生命的东西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静用的东西 这样去看待它 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它也许可以做筷子 也许做扇子 它这个本身是它的命运的问题 在工作室的顶层 这些竹子已经存放了好几年 在此期间 王剑会经常查看 观察竹子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一旦出现开裂的情况 不管这根竹子已经存放了几年 都会被挑出来淘汰掉 这个存放的过程 正是对竹子的一次严格筛选 存放八年之后 仍旧完好的竹子 才最终有资格成为做扇子的原料 扇面部分的制作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工序 就是制作扇骨 扇骨是一把折扇的灵魂 在人们对一把苏州折扇的评判中 扇骨做得如何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标准 传统的苏州折扇 更是以扇骨的精致典雅而闻名天下 苏州折扇中 有一种扇骨被称为水磨骨玉 这种扇骨经过手艺人的精心磨制 具有了美玉的润泽和手感 用木头做出玉石般的手感 就此成为苏州折扇中扇骨的最高标准 这把明代的乌骨尼金扇 就是苏扇中的极品 它的扇骨是用乌木制成 表面油润 手感光滑 极其精巧 整个扇子手感结实 重量却没有超过50克 王剑正在制作的折扇 正遵循着这个最高的标准 他选择宗竹制作边骨 乌木制作扇骨 两者搭配在一起 显得非常协调 用乌木制作精巧的扇骨 对于王剑这样经验丰富的手艺人来说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乌木相比于竹子 柔韧性比较差 非常容易折断 同时 扇好的折扇 对重要的要求十分严格 乌木的重量比竹子重 如果追求精巧的效果 那么就必须把扇骨削得非常薄 而乌木材料被削得越薄 柔韧性较差的缺点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稍不留神就会断掉 削克乌木考验的是手艺人的经验与耐力 在制作的过程中 王剑需要控制好动作的力度 既要流畅又要平稳 同样的动作还要反复地进行多次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扇骨表面的平整如一 现在被削克出来的扇骨还非常脆弱 怎么才能保证这么脆弱的乌木薄片 能变成结实的扇骨呢 这个魔头就很棒 比纸厚一点 这个就达到一种极致 没有这种配方 你不去找它一个配方 不去挑战的话 也是材料的一个挑战 一个极致 在这个环节里 王剑同样保守着一个秘方 这个秘方可以很好地增加乌木的油性 在保持乌木轻薄的同时 增强上骨的坚固度 它会保护这材料 当你这个材料缺油或者缺水的时候 它会补充你这个精华 如果当你缺的时候 它会渗透进去 当你多雨的时候 它会跑出来 对木头对竹子 它都会产生很大的韧性 它会变成更柔软更韧 更韧 这个不起眼的瓶子里装的 就是根据秘方配置出来的液体 它叫火漆 王剑将火漆 均匀地刷在上骨之上 之后再经过烘干处理 这时的乌木 会非常接近于竹子的弹性 会非常接近于竹子的弹性 然后还要进行精细的雕刻 比如这个扇边就需要一气呵成 完美流畅 这个过程体现出手艺人高超的功力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折扇扇头的雕刻 这一步不仅仅要考验刀工的好坏 更要考验手艺人的艺术修养和判断力 从古至今 苏州折扇的扇头种类花样繁多 有古方头 斜头 马牙头 燕尾头 金鱼头等六十多种 手艺人选择什么样的扇头 并没有特别的规律 对于一把折扇而言 只有选对了扇头的样式 整把折扇才能浸现出精美雅致的特征 王健为他的这把折扇选择了 看起来似乎最简单 其实却最难制作的圆扇头 这个眼味啊 我们叫眼味嘛 这眼味越低 它难度越高 对材料要求越高 因为它是一个力点 瘦力点 整个扇子的那个加力 力量全部在那个一个点上 所以越低越难 源头就比相对来说要 因为比较低嘛 要比其他的要少去难一点 人头 它的主要还是在火力上面 做原来是个简单的事情 要做成它有很大的加力 折扇又叫巨头扇 由此可见扇头的重要性 好的扇头不但要结实 每一个零件都要严丝合缝 而且雕刻要异常整齐 无论是打开还是合上 扇头都必须浑然一体 精巧均匀 今天 制扇流程的很多环节都可以用机器来完成 但是王健仍然坚持着纯手工的制作过程 一是可以保证手工技艺给折扇所带来的独特品质 二是它刻意想保留住 传统苏州折扇制作技艺的完整流程 在整个折扇的制作过程中 即使效率再提供应该保折扇 王健纯手工的制作理念依然得到了坚持 比如在即将进入的打磨环节里 它采用的就是传统的方法 树叶打磨 这是传统用的沙叶角 传统打磨就用这一种叶子 原来还有一种叫结草 现在很少用的 这打磨呢 它最多会打得很光滑 不过不可能像沙叶这样 会刺刃 它的沙叶打出来的光是从里面物外面出来的 那么沙子打的光是在表面的表层上面 所以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不过沙叶打磨会很麻烦 容易坏掉 容易碎 经过了漫长的打磨过程 上骨在王健的手里 变得越来越润泽 越来越灵秀 薄薄的乌木上骨 就像竹子一样富有弹性 王健相信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 自己严格按照传统方法制作出的这个上骨 应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 在这种坚持中 王健用虔诚的心态 默默地向古老的苏州折扇制作记忆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折扇的各个部件都已制作完毕 扇面也已经晾干了 王健决定开始组装 这次从整体设计上呢 就采用了中古乌木的搭配 因为我是一个整体设计 是配合我的扇面 扇面呢 就是王健的这个世界 在那个里面呢 就是做了一种 将来的那种愿意默默的感觉 每当这个时候 王健就会感到非常幸福 对他来说 制作一把折扇 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苦而又快乐的旅程 你每天做的相同的一个工作 一点脑筋不动的 那是我最可怕的事情 从三十四年前入行一直到今天 王健制作的扇子数量 已经无法统计 但是 真正令他满意的作品 也就一百多把 这些扇子 每一把都别具匠心 与众不同 对于这门手艺 王健最不喜欢的就是重复 他希望自己的每一把折扇 在开合之间都能显现出不同的精彩 也许 作为一个手艺人 王健就像他手中的折扇 在坚持与耕耘之中追求着收放自如 独一无二的每一天